蓝田书院为庆祝文昌帝君1732周年圣诞 日前特别依照古礼办理三县礼祭典外 也举办一项传统的磕甲连灯仪式 由主委肖焕奎奎及副县长陈正生 及地方士绅等许多来宾共同持相祭拜 主委肖焕奎奎期许借由古礼祈福仪式 并为全县学子祈福 副县长陈正生也希望借由科甲连灯的传统文庙书院才有的古礼仪式 为全县学子祈福也保留这项传统文化 为我们学子祈福的活动里面 我们也希望透过科甲连灯的一个仪式 来传承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简单仪式 虽然仪式简单不过却非常隆重 县议员赖燕雪肯定蓝田书院 平时办理许多祭式救人的活动 及致力推动宗教文化 借此也祝愿学子们金榜提名 书院广场也安排服务 祝寿三仙祝寿的大戏十分精彩 县议员曾正言也肯定蓝田书院为社会贡献良多 传统罕见的科甲连灯以示 由扮演的奎心持文昌笔悬空书写 科甲连灯四个字 供奉到桌案上面 象征奎心踢斗 蓝田书院希望借此仪式 保留与传承传统文化外 也为全县雪子祈福 记者王雪仙南投采访报道